2,3,4 OK OK 大家好,我是小康 昨天在朋友的口中得知 这两天在兰卡威 会出现一年一度的大退潮 那也因为这个大退潮的关系 在兰兆路会出现一个山坡 在这个山坡上会出现许多 很特别的海洋生物 但是这个大退潮 它的时间是在早上6点多到7点之间 太早了,这个兰兆路里朋友的民宿 大概是20公里 所以我决定今天直接在兰兆路过夜 然后明天早上早早就直接去那个山坡那边 这是今晚露营的地方 是在丹兆路的最尾端 这里四下无人非常的清静 前面那个应该是一座小岛 然后上面有一个灯塔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座岛的风景 哇,真的是好漂亮啊 真的是好漂亮啊 在左侧呢 这个方向就是出去大海了 也就是明天山坡的所在地 傍晚时分,朋友开着他的Camp van过来 准备了简单的晚餐,我们一起享用 这位朋友非常的享受野外烹饪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道小菜 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 原本吃完晚餐,朋友就打算回去了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车路 我们两个大男人就这样在野外聊到了凌晨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七点 沿着沙滩走都能看到一路上有人在Camping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Sand Bar而来的 这就是所谓的Sand Bar 只有在大推草才会出现的浅滩 这浅滩是一路连接到对面的小岛 天还没亮就很多人过来草盛了 哇 Sand Bar对面就是一间酒店了 不想露营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住在酒店 现在正在往小岛的方向前景 可以看到沿路上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现在海水也开始涨了 所以在岛上的时间也不能够游太久 不然涨潮过后就不能回去了 终于抵达小岛的附近啦 小岛的附近的潜滩海培被海水淹破 还可以在这里走一小盆路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能在这里发现什么神奇的海洋生物吧 这边的海洋生物 就是这边的海洋生物 在岛上的海洋生物 可以看到海洋生物 在海洋生物 那边的海洋生物 就让海洋生物 对面的小岛就不过去了 因为海水已经开始涨到膝盖里 怕到对面的小岛的时候 海水越涨越高 然后就回不来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 在慢慢走着过去了 早上8点的时候 警报机就开始响起了 这是让访客们撤离的Sema 因为海水已经开始涨越高了 之前因为这个Sema 曾经发生溺水溺暗 所以有关当局 也准备了小船 行机会检查 来应付紧急事件 总的来说 这一年一度的Sema Walk 是个相当不错的体验 下车有机会的话 不妨来体验下吧